嘿,大家好,我是笨笨 经常泡在硬件DIY论坛的同学 想必会注意到两个现象 一是大家装机都喜欢搞光污染 二是大家选机箱都喜欢选侧透 光污染加上侧透 以此彰显自己的主机有多么帅气 但是话说回来 那么多年过去了 对于光污和侧透 我个人多少有些审美疲劳的 难道就没有一个品牌 愿意在DIY这件事情上 暂时远离一下光污和侧透吗 你还别说 今天我总算是遇到了 Ella是分型工艺最新推出的一款ITX机箱 和许多机箱乐中于光污染侧透的风格有所不同 这个机箱没有侧透 所以我觉得光污染也没有必要刻意去追求 分型工艺这个品牌在设计上主打北欧风格 它们的许多产品在外观上都显得非常简洁素雅 虽然FD也有侧透机箱 但你会发现它的产品更为内敛 不会有太多装饰性结构 也正是因为在设计上不那么浮夸 所以这个品牌的机箱 即使是放在一些工作室或者商务场所 也完全没有突兀感 OK说完FD的美学理念 接着我们继续聊这款ITX机箱 和许多厂商希望尽可能把ITX做小的想法不同 分型工艺更多的是希望在Ella身上找到一个平衡点 这个平衡点就是美和实用性 先说它的美 这是一个颜值非常高的机箱 它采用了大量弧线 我个人对于这些优美的弧线是颇具好感的 不好意思啊 放错素材了 Ella的这些弧线分布在了机箱四周 每块面板都有弧线的勾勒 显得非常柔美 有一种小蛮腰的感觉 分型工艺的设计师说 Ella是他们非常重视的一款产品 其实他们不说我也看得出来 因为Ella和分型工艺之前的产品 在机身线条上有着明显的不同 之前的产品多数采用直线设计 方方正正的样子 而Ella是一款曲线运用的比较多的产品 所以我个人猜测啊 今年分型工艺应该是在探索自己品牌的第二设计语言 而Ella就是这么一个起点 和模具打过交道的同学应该都知道 相较于直线曲线较多的产品 在制作工艺上难度会更大 成本也会更高 Ella四周的面板都采用了铝合金材质 听说每一块面板冲压之后 还需要能够辅助完成弧线和折痕 不过需要坦白的一点是 Ella这个机箱和它的渲染图比起来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比如机箱前脸和侧板 有一点点公差 没有完全对齐 机箱正面拥有四个接口 一个USB3.1 Gen2 Type-C 两个USB3.0 以及一个3.5mm的混合音频接口 左右两块侧板分布了一些散热孔 因为图案一样又不是侧透 所以这个机箱无论是放在桌面的左边还是右边都不会显得突兀 这也是非侧透机箱的好处 因为侧透机箱一般都是左边侧透 放在桌面上的话你只能放在右手边 否则的话放在左边就会显得非常奇怪 机箱顶部是一块黑色的钢化玻璃 它是通过吸铁吸附在上面的 四周预留了大概8mm宽度的风道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机箱一共有5个颜色 黑色、银色、蓝色、灰色以及金色 其中银色和灰色的顶盖采用的是木质材料 也同样非常好看 当然为了更好的照顾散热 Ella还配备了一块通风效果更好的滤网盖板 只是颜值相对而言没那么高 机箱底部我们可以看到 它采用了一个倒梯形设计 两侧布满了进气孔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结构件成型难度较高 Ella的底盖并没有采用金属材料 而是采用了塑料 瑞显一样 机箱背面的布局则和普通中塔机箱类似 仿佛就是一台缩小版的中塔机箱 OK 看完机箱的外部 接着我们来看看机箱的内部 Ella的侧板采用了卡扣式设计 轻轻一般就可以打开 拆卸还是比较简单的 两块侧板的散热孔位置 还安装了滤网 你可以将其卸下进行清理 机箱的内部结构和中塔机箱有些相似 也有些不同 相似的部分是主板和显卡的安装方式类似 朝向也相同 不同的地方是它把中塔机箱的电源 挪到了主板右侧 中塔机箱这个位置一般都是硬盘位 所以为了给硬盘屯出安装空间 Ella附带了两个硬盘支架 其中一个需要架空在机箱的左侧 有点影响美观 硬盘支架可容纳一个3.5英寸的机械硬盘 或者两个2.5英寸的固态硬盘 不过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如果你打算在这里安装硬盘的话 需要考虑好CPU的散热器类型 如果你像我一样用的是一体式水冷 那就没有问题 但如果用的是风冷 就需要考虑风冷和硬盘高度配合的问题 Ella长32.5厘米 宽16.6厘米 高31厘米 是一个16升的ITX机箱 所以内部空间还是比较充裕的 这也使得它可以安装标准的ATX电源 而如果你选的电源是SFX这种小电源的话 那么主板和电源之间 通过Ella附带着硬盘支架 在这里还能安装一个3.5英寸的机械硬盘 或者两个2.5英寸的固态硬盘 主板上面的空间也很宽裕 你可以在这里安装一个240的水冷 或者两个120的风冷 我这里使用的是风型工艺240的水冷 机箱后面板也有一个80毫米的风扇 主要用来抽取机箱内部的热风 显卡位于机箱的最底部 Ella支持全长的显卡 也支持短卡 如果你安装的是短卡 这里还可以再安装一个风扇 为了给显卡留出足够的散热空间 显卡下面其实还预留了一定的深度 两侧的进风口比较大 所以为了过滤灰尘 这里还配备了两个小绿网 看得出来设计师还是比较细心的 打开另外一块侧板 我们可以看到 Ella的这一面非常浅 所以它并不支持背走线 但是电源和前脸的位置 以及电源下面还有一定的空间 所以你可以把线材塞到这里面 说到ITX机箱 想必大家第一个联想到的词 就是大门罐 既热又炒 是许多ITX机箱的通病 Ella经过我一周的使用发现 它对于照应的控制 还是比较理想的 待机的时候能够感觉到 细微的风扇噪音 但可以接受 我的书房日常噪音是33分倍左右 待机状态下 距离这个机箱半米左右的时候 噪音会上升1-2分倍 只不过在打游戏的时候 整台主机处于满负荷状态下 噪音才比较明显 我的电脑配置如图所示 在这个配置之下 经过我实测 打游戏的噪音是39分倍左右 散热方面 待机状态下 CPU温度42摄氏度左右 显卡温度45摄氏度左右 玩大型游戏的时候 CPU温度47摄氏度左右 显卡温度85摄氏度左右 显卡温度会显得高一些 总结 Ella是分型工艺第二款ITX机箱 优美的曲线设计 是它的一大亮点 我个人非常看重产品的外观 对于产品的征选 也一直秉承着 先入我眼 再入我心的理念 如果要用体积来衡量Ella 它并算不上优秀 但我觉得Ella作为一款ITX机箱 它在颜值和实用性之间 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支持全长的显卡 兼容标准ATX电源 还能安装3.5英寸的机械硬盘 好看的同时又照顾的实用性 非要找两个缺点的话 我觉得一个是价格 另外一个就是显卡的散热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喜欢我们节目的同学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视频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